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不出意料啊 2月17日肖战工作室发肖战龙年开工美照 肖战超话又爆啦 好人有好报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这已经是肖战超话的第八次报了 就问你吓不吓人 不夸张地说 太多的艺人一辈子也不会知道超话报是什么概念 而肖战已经做到了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里的八连报 还记得第一次报时候 粉丝们自己也吓了一跳 才知道超话还有报这一说 现在已经习惯了 太多的不可思议和打破常规在肖战这里都是习以未尝 自然而然 2024年才刚刚开年一个多月 开年肖战美图报 工作室在发肖战美图再报 肖战参加中国电视剧盛典超话报 肖战参加微博之夜超话报 肖战亮相是听中国网络盛典超话果然不出意外的再报 2月17日 工作室发开工美照再报 这到底是什么神奇的艺人啊 到底有着多少的粉丝啊 大家根本不用努力做任务 聊着聊着超话就聊爆了 这只能说明肖战的活人粉丝太多了 沉默的大多数不知道到底有多大的体量 肖爆爆就是用事实告诉你 什么是真正的断层顶流 什么是真正的流量天花板 开年超话一爆再爆 可谓是爆开爆走 2024肖战注定红运当头 爆就是他的命 也可以说好人有好爆 别人家拼命努力也达不到的奇迹 在肖战这里就是怪不怪 别说一年八爆 就是一年一爆也都实属不易 这说明什么 说明肖战是跳出内于常态的存在啊 粉丝不仅多 还特别活跃 年性强到超出想象 肖战就是那个随随便便上市区的男人 就是超话长年钻三的男人 就是拉表格永远第一的男人 就是经常被去掉的最高分 登了泰山就要被人说不行的男人 珠穆朗玛峰才是大众认定他应该常年待着的地方 像肖战 看齐肖战 这五年历 肖战就是所有新近男艺人的对标体 红没红 红到了什么程度都不重要 和肖战对标一下就知道了 但是五年过去了 肖战依旧是肖战 下一个肖战却在年年换 接着红接着爆就是他的命 节目最后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call